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我們今天講這個 很白的這件事 關乎兩個大機構 一個就是 松草之星 一個就是 電視台大台 相當厲害 給個like 我們有一個新的 很多的報道 出來我們一起討論 這件事就不是那麼簡單 雖然答案都夫之欲出 但我們都要跟大家講講 支持我們的Patreon 接下來五十元的VIP 就有歌仔聽 昨天已經報導過李佳心 因為看到很多傳媒 寫得他很差 又說他遲到 又說他一腳踏兩船 我肯定他就不是這些人 我肯定他不是 這是我作為一個粉絲的 片面的感覺 其實你說我很粉他 我又不是很粉他 但是我 真真正正的粉 好像陳漢娜 我也是陳漢娜 我看完他的東西 李佳心那些看不看 我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不過我覺得他人是很人 我看過幾次訪問 我覺得他人是很純 很乖的 有一個事件發生到 很多 就說是廣告商 和電視台的一些衝突 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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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面回應 直指 他說電視台有一個 不合理的要求 究竟那個要求是否合理呢 從草哥就爆了大台的一個無理要求 就說不給合照和接近我 這樣啊 不給李佳心合照和接近我 即是他可以來 但他不可以這樣 這樣啊 這個呢 真的要研究一下 為什麼這樣說呢 說到松草哥 就說在這個 昨天 就是昨天的風波一直炒下去 他都越炒越多新聞出 他現在玩到是NFT 厲害 NFT 他是寵物NFT發佈會 本身呢 阿里 他叫他叫阿里 那些 印度音 阿里呢 就是 獲邀出席的 不過最後呢 就沒有出現的 那 那 松草哥接受訪問呢 就承認有請到阿里 不過呢 因為呢 對方公司提出 他認為的不合理要求 就覺得是不尊重的 所以呢 最終的決定呢 不用你來了 那其實 又不是說太過 有些人說 喂 是不是很喜歡 喂 見也好啊 那他覺得 沒得這樣 沒得這樣 就不如不用來吧 但為什麼 那口氣又好像 有些在 是咯 是不是 他去到最後那分鐘 他經理人公司 和我PR聯絡 說出席活動過程 阿里不能夠和陳先生 單獨拍照 即使上台都不能夠接近陳先生 訪問都不能夠和陳先生一起做 是 由進來的合照 全部都要取消 哈 其實他 那個人來和不來 那有什麼分別呢 那 在這麼多 不合理和不尊重的情況下 我唯有取消 他來了 這樣 很尷尬 整件事 很尷尬 兩體 兩體 其實現在那件事 所謂的 就是 好像全部就是和陳先生 有些關係 就是你不要接近他 是 上台你不可以一起 訪問不可以一起 不可以合照 但是很奇怪 一件事 他們本身不是朋友嗎 為什麼拍到阿里 和陳先生 曾經在酒店密會過 是啊 當時他單拖 他也接觸過 但是為什麼他經理人公司 這個電視台會 會有一種這樣的要求呢 那待會 駱小姐那裡 就說為什麼 那Mark 這位松草哥 松草大王 表示不開心 不過我明白阿里 因為合約 要跟公司安排 他說暫時 就不會跟這個 李極心 又在工作上合作 他這樣說 首先他認為 他有合約 他要跟從公司安排 但是他公司那邊 好像不是這樣說 我看報紙那樣寫 那麼 松草大王 就說我的同事 就會了解 但是我不會參與 就是他找人去跟 嗯 那麼你問我 你說一個藝人 其實就是針對著 松草大王 不過你說一個藝人 去一個活動出席 做宣傳 跟不跟老闆拍照 跟不跟老闆一起做訪問 又是不是這麼重要呢 例如有些大品牌 他說要找劉德華去代言 是 可能你見過他 未見過都會想見一下 但是有些真的 你來了的時候 就是你做 嗯嗯嗯 你拍就是你拍 那個人 直接說不認識你也可以 是 不認識你 這個可以吧 這個吧 認識他 我知道那邊是他做 那就行了 有些真的幾億 幾十億上落 可能覺得 找個代言人 就是拿個明星效應 但是針對著 就是雙方那種合作 就是兩個人的交流 嗯 甚至你也知道 有些生意 根本上連老闆都不出席 對 很多大生意的 不出席 不會出席 但是他 這個人是他的客人 他想做什麼都可以 他想捧自己做米雪鬼 都沒問題 是 他想的 這個就是他們個人的 就是 有些意見不合 這樣 這樣就說到了 問到 阿里私底下 那個話題 是不是圍繞著工作呢 就是跟他談的 那些 這個松草大王 表示 私人事就不願回應 嗯 是不是跟別人 只是說公事 那他就說 我不願回應 人家說不說不說 不說 即是有 或者沒有 他說不說 其實大家都 在討論區很多 都在研究這個 風波 很多網友都在猜測很多事情 是啊 其實很多人都明白 他就這樣說 他是我的朋友 他說的任何話 我都不會發表任何言論 我會尊重他說的任何一句話 他是一個好人 只是脾氣比較直 他說阿里有脾氣 對於 李佳心有一張照片 其實是第一次手臂公開 他拍攝那張照片 嗯嗯嗯 那張人造雪 很浪漫 很浪漫 阿里站前面 他站後面 經常傳 哪一個人造人造雪 終於有照片看了 昨天我影片也看到 是 陳先生在研究 清研究中 再三強調 就不是自己放的 這個真是奇怪了 那張照片 只有你跟他有 可能不奇怪的 你說很厲害 跟明星拍過照 周圍傳在群組裡 也可以 那你大哥 這些是很普通的 對不對 不奇怪的 他在研究中 總之不是他播放的 那他很簡單 對 可能不是只有兩個人 有這張照片 對 但是他兩個人合照 其實他自己知道 可能傳給朋友 你看看阿里和我拍照 那誰放出來 不清楚 他說他強調不是他 他說我只回答一次 那些照片一定不是我拿出來的 我不會再回答的 你們都不需要問我 我都很遺憾 那 不知道 那 那個松草大王 就不擔心外界 覺得他借件事來宣傳 他說時間這麼貼 真是 摘日子都摘不到 更加想不到TVB出這些 Term 他說其實如果不想 那一天就不要接工作了 他說不需要 搞到最後一分鐘才來改 他說日子不可能 算得這麼準 如果是我 就娛樂大亨 他說我又沒有做到 這些事情很難說 總之他就說 這麼巧 但是有沒有那個宣傳力在這裡 又真的多了人 說松草 我今天也說了很多次 是啊 其實我平時也有買過這張馬 哈哈 我見了米雪姐入場 我只知道松草之星 有機會 是啊 松草的馬都挺高班的 挺準的 是啊 很多高班 經常都拿獎金 是啊 他出有松草什麼什麼 你就可以了 沒錯 那人家馬主厲害 是 那 他說 考慮之後避免跟TVB藝人合作 也都未會就這次事件 控告對方 他說不會 他說其實合作了二十幾年 他說每年都會下過千萬廣告 接近二千萬的客戶 又有幾個啊 他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公司這樣對我 可能我真的很欺負 那我要告訴他 我不要欺負 嘩 是啊 那 都是大客人來的 是啊 那你二十幾年 連年都說 扔成千萬 不是 長期的 即是你很穩定 這些客戶 長期都扔 每年扔過千萬給你 基本盤 為什麼要搞到這樣 是啊 即是說 都是VIP 大家都是一個VIP 是嗎 你又搞到這樣 又很尷尬 那東方新地那邊 就說 沒有了我橙給你 哦這樣啊 真的找了一個 翻版李佳心 就是 蔡傑 臨時獲邀出席活動 是 這個很好笑 翻版李佳心 就說 就是 蔡傑 他說 應對跟這位陳先生是有交流的 哦這樣 嘩 真是轉頭 花生了 如果大家 即是 啪 啪 那又是很 花生了 也是的 是不是 那 是不是真的抽起了廣告 因為有些雜誌 又說抽起 不是那麼嚴重 是不是 什麼 要這麼激動嗎 不知道 看看他有多 其實這些是自己說的 你覺得很激動就很激動 你覺得沒什麼都可以的 他說好啊好啊 不要緊 我都明白 那些緋聞是會影響到藝人的 那 可以的明白的 那他都可以來的 其實 有些時候可以 大家可以聊天 就明白 他們自己聊天就行了 是嗎 是 拿出去公眾交代 一個是客 一個就是 是不是 就是一個人扔錢 給另一個平台 幫他做傳承 那其實 理論上是 win-win的 對不對 那你現在 這些是他們自己的商業的交易 是 是 那就看到 諾逸玲那邊 其實就有說 他說其實基本上 是尊重藝人的意願 是經理人的責任 這樣啊 那邊我也明白的 你有公司 你要聽他的要求 那原來 就是 駱小姐那邊 就是藝人的意願 嗯 是的 那原定 他就會出席 但是就沒有延伸 他表示 這個陳生對事件 就不開心 考慮之後 會避免跟 他們的藝人合作 其實說得很隱悔 他考慮 考慮之後 這些 所以有些雜誌 講大了 他說 會停他多少錢廣告 不會 考慮而已 都沒有說實 當然不會 哪有都說實的 這些 話畢是朋友都在裏面做 是 米雪姐那些 那些 你哪有 三哥那些 全部都 老友來的 就是了 認識了這麼多年 是不是 其實 他們的關係 合作關係 都應該非常良好 我覺得 這些事情 今天 駱小姐真的有回應傳媒 他說今天 TVB旗的藝人 蔡傑 戴祖儀 羅孝勇 都出席 這個活動記招 他說 公司一向 對各個廣告商 客戶都保持良好的關係 從媒體的報導 他說 今天活動有很多位藝人出席支持 場面都熱鬧 至於藝人在公司工作以外的商業活動 他說 保護和尊重藝人的意願 都是經理人的基本責任 嘩 就是這樣 駱小姐也挺會說話的 我覺得 是 很多藝人都看到 是 那究竟是 阿里 什麼 還是什麼 其實昨天有人說 阿里也不是很漂亮 他又跟中環的OL 又是那些說話 你自己看看 他名門暗戰的劇照 是漂亮的 他還有一種氣嫌在裡面 他演法官都還可以 是 剛才你那張照片 你看到他除了漂亮之外 是 性格的 他真的有種性格在這裡 是 不是說很簡單 純粹是漂亮的那種氣質 你不是說 熟女 成熟 少女 不是 他還有自己很 character 那種氣質 在裡面 所以 這樣才有些新聞出現 那蔡傑會不會冷手撿熱煎堆 做這個 客戶最愛的替身 這樣嗎 可以嗎 蔡傑頂替李佳琛 雖然經常都很多人撈亂了他們 就認同松草大王是有交流的 那就談得來 那就好 對 他說人家是女一 什麼翻版 人家說他是翻版 陳先生 就是松草大王接受訪問 否認這個是代替的 因為這個也是女一來的 什麼翻版 他也支持他 其實是 他也很支持TVB的人 你看得到 對 對 說了女一 他其實 人家是女一 他說只在工作上的交流 他說工作上有交流 公司層面聯絡多些 都是關於工作的 他說不太了解 蔡傑的接受 就是承認有交流而已 那一定有交流的 你看這兩張照片怎麼分 我都說很像 經常都撈亂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像到這樣 可以了 這樣 這樣 就是 等我來 這樣 怎麼知道 曾志偉都搞得行 這樣 看香港仔就知道 這樣就是 這樣就是 這個搞不定 這個 這個是法官 對吧 也是 我看到傳媒 你知道解僱這些東西 就會找陳先生 究竟有些什麼 你是不知道的 五個不知道的事 有多少隻馬 對 他也有很多蟲草 究竟他是什麼人 其實我們都不太了解 如果他不是這樣的話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他說原來這個陳先生 是愛回家的米飯班主 蛤? 即是他 有份贊助 對 有份贊助愛回家 旗下有個寵物藥莊 曾經是愛回家的贊助商 就在威龍百貨裡面 真的 直接在那套東西裡面 是有一間的 威龍百貨裡面 就是有一間 另外 陳先生 做什麼 除了是這個 美女的好朋友之外 還是這個 古董車收藏家 嘩 這個是喜好 興趣 喜好來的 要去泰國有一個古董車市集 哇 那裡很好看 你有沒有去過 沒有 很棒 有一個就是飛機的市集 有一個就是古董車市集 去到那些車全部 陳先生應該知道 在泰國那裡 好像是曼谷 那個市場裡面的古董車 你不知道以前的車大價到 原來兩個座位的車 是可以大到成貨車那樣大的 你知道嗎 你看看 那些是美國的Mustio Car 美國的Mustio Car 有兩個座位 對 很大的 有些Mustio Car 很大的 對 那些名車每個都過百萬起跳 這個人很富有 但是 他原來曾經破產 破產是不要緊的 好像陳百祥說 破產是這些小事 原來他是 1997年前 靠炒股 炒到過千萬身家 但是1997年之後 就一招 就清了袋 最後就破產 就是破過產的這個男人 那 曾經就把這個裕藥堂 推上高峰 就是裕藥箱都變成首飾箱 就是他作出來的這個slogan 所以 人不破產不要緊 不要緊 是的 2022年創立這個裕藥堂品牌 就帶領這個品牌 短短10年 成為無人不曉的品牌 也是厲害的 上賣市 上賣市 是的 他老婆過了生 就說父子關係都疏離 2019年 陪他那個 走過高山低谷的老婆 就過了生 兩個兒子的關係都比較疏離 他唯一 全家福就是過年吃飯 他兒子讀完中午 就說 只是送過他兩次上學 有兩次都不疏離了 我中學的時候 我爸爸沒有送過他上學的 中學 你呢 中學 沒有了 沒有了 完全沒有 就是了 就是了 中學大過兒子 自己有手有腳走 別以為是疏離 也不是很疏離 當然 有些傳媒爆發 陳生 當然更加多人爆發阿里 其實阿里這件事 其實是膚之欲出的 不用畫公仔畫出腸 有些事情大家明白的 明白的 下面勇約留言 沒錯 阿里有人爆發他 說有新戀情 被爆竟是馮瑩瑩的前度 正什麼風 這個不懂得讀 這個 給我看看 你也不懂得讀 讀書 沒有讀到他的名字 好 說謠言滿天飛 傳統 松草大王 有秘戀一年 親密照流出 其實我又覺得 不是說真的很親密 只不過在後面 人家整個雪景 他在那裡 遜 遜生的遜 叫做鄭遜峰 他說 新的男朋友是鄭遜峰 都是傳的 你知道現在的傳媒 講阿里的事 不能盡信 很多都是作作的 是 是不是 好了 說到有知情人士爆料 上年生日 有個男人 秘密地撐桌腳 別人不說這些 他不說 他說是TVB人 就是馮瑩瑩 曾經有戀情的鄭遜峰 有偷拍照 看到那個男人的半邊面 樣子跟那個男人有點像 有點像 南方回應傳媒 就指阿里從來沒有跟他吃過飯 兩個人在公司見過面 也沒有說想追阿里的意思 全面否認 這個 應該不是吧 是他 是他 不是 我覺得不會 不是 他們說報紙寫他 隨便放一個人 這樣 有沒有人說 拍到他跟陳炳傳 然後說是五仔 昨天有人說像 我不是 我這樣說 我說他英俊很多 我們這些 很噁心 他們那些可以一親女神的鄉宅 我們這些 哪裡說像 如果有人傳到我 我也會感到開心 哈哈 不是 說一下吧 傳一下也好 不要不說 不是 哈哈 那麼 松草大王就說 他的脾氣很直 李佳心 究竟他有些什麼 先為人知道的事 這樣 要八就起底下 起底下 他有些什麼 很多人都知道的 其實很慘的 反而 阿里被人 其實那個很差的說話 被人罵過 因為在劇集中 當時那個 演員叫他臭雞 對 他在巨輪椅中 被人叫臭雞 但是沒有人這樣說 他真的氣質 可以脫掉那樣 那他不 不像 沒有那種味道 他剛開始拍的那些 全部 第三者 命門暗戰第三者 九尾湖 九尾湖 臭雞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壞的角色 他轉頭就變成法官 嗯 其實他那個氣露很大 是可以 變化很大 是的 那麼究竟這個人 有些什麼 他原來本身是叫李家興 改了名 李佳心改了名 原來他太硬了 原來 之前在有線工作的時候 是叫做李家興 轉了無線才叫李佳心 李佳心的名字 是由他的美術老師幫他改的 就說李家興這三個字 筆劃對女人來說太硬 姓名學 那也好 改了名字之後 都很好 起碼都真的出到 我記得 是的 記得 戀情呢 就跟陳炳全說是美女與野獸 我跟希哥都被人這樣認為 這樣呢 不要緊 有什麼所謂 得不到的葡萄 得不到的葡萄是野獸的 2015年他跟陳炳全拍拖 網民一直認為這對是美女與野獸 不過李佳心現在宣佈是單身 也破過這個事後的紀錄 在2016年 李佳心現在吐叫潮流教主 很出色 令他有飛躍進步女演員獎 2018年 就騙BB來了得事後 就是奪得飛躍再封事後 就是一個很短的紀錄 原來他曾經的卵巢 有狼腫 有些腐科病 在卵巢旁邊 生了一個10cm的狼腫 手術之後就康復了 當時他多謝他男朋友陳炳全 在患病期間 對他的照顧 出任他的餘用司機 對他也不錯 那 TVB有一套叫波士早神 他是穿比堅尼的 都身材均勻 只能夠說 撩跳 勁抽就不是 均勻 這就是他不要錄太多好看的 當然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氣質 沒錯 因為他的氣質 他的興趣是水墨畫 財女 他原來入行前 在香港城市大學 專上學院的視覺藝術副學士畢業 對水墨畫特別有興趣 所以就是台灣一個畫家 叫胡海平的門生 嘩 很壞 你玩藝術的 他也是做藝術的那種 所以就是為什麼他有個性 沒錯 他曾經出過書 2020年 李佳心推出了一個創作的散文集 叫做《心之鎖王》 《心之鎖王》 更有中文科補習名師林逸欣的幫手 相當不錯 還有有人說他在家裡不戴衣服 這樣嗎 家中有機會不戴衣服 雖然不少女生都可能會 但出自明星的嘴巴不多 證明李佳心的嘴巴很直 原來是這樣的 但很多人在家裡都是正常的 正常 女生是不會的 我也不戴的 你戴不戴 當然不戴 不是吧 不是吧 2019年李佳心 6月透過這個散文集 書情文裡面感嘆 有時候扭曲了的不是世界是人心 呼籲市民盡公民責任 把票留在自己手上 有當時被內地網民說他支持示威者 多月來一直在微博攻擊阿李 勇敢回應當時阿李卻被雪藏 接受訪問他唯有少許在微博上放東西 但我仍然會繼續在其他的社交平台 抒發自己的情感 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說 全是這樣的 就被無線雪藏 阿李也是厲害的 所以有人說他的性格很率直 人見人愛 很漂亮 他有他的角色 也不同 我們這些都不斷很欣賞他 其實男男女女喜歡不喜歡這些 這些都是很閒的 沒錯 對 其實 TVB也有很多美女 我昨天看的那一套叫做 叫什麼 扮劉德華那套叫什麼 什麼 那個 青春嗎 青 不是不是不是 什麼青春 那套叫什麼 不是青春本我 不是 不是不是 突然忘記了 忘記了 是的 忘記了 那套也有很多美女 那個女主角 扮演小龍女也很漂亮 扮演張曼玉也很漂亮 扮演吳君如那個 簡直美得很黏 那個根本都不像吳君如 那個像什麼 那個像陳淑嵐 陳淑嵐很年輕 很漂亮 吳君如哪是那些樣子 不要玩 那些設定是那些人 但不是那些樣子 其實TVB的女兒很多很漂亮 千萬不要跟TVB合作 是的 很多好東西 當然 不要緊的 這些就少少苦楚等於激勵 又不要說苦楚的 又不要說苦楚的 人生有八苦 愛別離求不得 不要緊的 這個世界很簡單 總之大家開心 就繼續合作 沒錯 其實有時候的事情最重要是有火番 不要 算了 他們個人的事情 都是想跟大家報報這些八卦事 下一節再談 拜拜